大家好 我是許若宇 歡迎來到第九集的英倫故事 上一集我們的故事就是講一些關於火的問題 如果各位觀眾是有興趣的 可以看上一集 這次第九集我是跟大家帶出一個 我一直都很想講的一個話題 就是香港在英國的難民的問題 整個英倫故事裡面的緣起是跟這幫難民有關的 但是他們的處境是正正地受到忽略那批 所以我一直都想做這個話題很久 今天找到一個嘉賓願意上來跟你講一下 就是Nature Hello Hello 我是Nature 我是來英國的 阿沙林 也是政治庇護的一個朋友 大家知道 政治庇護 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難民 什麼叫難民呢? 難民是因為他畏懼自己的種族 宗教 國籍 政見 或者他是屬於某一個團體 遭受到迫害 而離開自己的國家的人 這就叫做難民 Nature 你是其中一個 很搞笑的 現在有148個國家簽署了這個難民地位公約 很可笑的地方就是 有些地方簽了一個公約 但是它是主力輸出難民的 比如阿富汗 委內瑞拉 香港是沒有簽的 但是中國有簽 Nature 他現在就19歲了 他就是2021年6月過了來 就去了英國 第二天就已經立刻 跟這個英國政府申請這個阿沙林 但是去到2021年的11月 整個程序才正式開始 所以他那個起步是被一般人遲了 我們在這方面詳細 遲一下跟Nature聊一聊 我們就由這個問題開始吧 Nature 你為什麼會過來英國申請這個政治庇護呢 我相信當年在香港 大家都會經歷過不同的反送中運動 可能再做一些就有魚蛋 甚至是散運 那時候政治氣氛就沒有那麼嚴重的 就沒有那麼多 那種很危險的感覺 我相信我第一次這樣到 有些需要離開的時候 是我被香港警察刺掉尾 就說是有《國安法》2020年10月的事 我住了兩個星期酒店 我住了酒店之後 警察也沒有再跟隨我 然後第二次就會是我臨走前那兩三個星期 就有警察調尾 也有個好三人就提我 就說你都差不多要走開一下了 你以前做的事情不是太乾淨 所以我就毅然決定起步 就在6月底7月之前來到了英國 所以就很慶幸我都離開到的 大概會是這樣 然後來到英國的經歷就大家可以再說 不過也都是離開得正確的 我在8月底的時候 和幾位都是政治圈有一些關聯的人士 都不幸運地被香港警察刺了入Telegram 所以也挺肯定回不了香港的 你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是一些當初和你在香港 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一些很熟悉的朋友 都是因為你類似的情況 在你離開香港之後被香港警察抓了 這樣的意思 抓的固然有 抓的固然有 但是每個人政治參與到 還有做的事情都不太相同 我未必可以說得了 可能有些都是司法程序 我也未必可以說很多 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 不過Telegram被人殺的朋友 都是離開了香港的朋友 才會有被殺的情況 那幾位未必是我直接認識的 但是我也會知道在政治圈裡面 都是那兩三天的時候 都會有好幾位朋友 或好幾位同路人被殺的 而那幾位都遠比我出名 和遠比我知名度高的 所以我的風險是在的 提我離開的人也沒有提錯 我會這樣說 你選擇這個 在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那時候還在香港 你會被抓的機會是很高的 可以這樣說 OK 那你就很幸運去英國 我知道在英國申請難民 有一系列的程序 比如說你過來之後 你就要說你申請政治庇護 然後有interview 有答問卷 然後就批核 批核之後都有不同的處境 那你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 你將會面對怎樣的 一系列的程序呢? 好啊 或者我可以嘗試簡單說一下 難民申請的程序 那首先是申請那個位置 有兩個途徑的 一是你抵達英國的任何一個關口 如果香港就是坐飛機來 如果可能是對岸的法國 就可能是在那些船的關口 就在關口那裡提出你要有難民申請的 那麼難民申請呢 他就必須要幫你做一個 如果他接受你的難民申請的話 不是申請是申請的 OK 難民申請的話 如果他接受你的難民申請的話 他就會幫你做一個 叫做screening round 就確認你的身份 年齡 歲數等等不同的基本資料 還有你為什麼要申請asylum 即是政治庇護的原因 還有一些可能你是否很擔心 你會擔心為什麼你回不到你原居地 等等的一些資料 這樣的 而第二種提出難民申請的途徑呢 就會是入境之後 用無論任何一種方法入境 就用就請下書輩子 工作婚禮牌 comun 或者渡行紙飛機 入境之後 然後就一段時間最好盡快 之後就打去英國內政部署那裡 申請難民 然後他就會幫你排期 那麼呢 排期就會做回 和剛才所說的一模一樣的事 是screening round 都叫做first screening 的東西 都是簡單基本記錄你的資料 完成這個screening round之後 HOME OFFICE會給你一份問卷 我們叫做Questionnaire 那份東西叫PIQ 就是問你一些詳細的情況 以及叫你提供一些證據 給HOME OFFICE看一下 它會幫你制定一個叫做 MING RUN SCREENING 或者叫做第二回合的審查程序 就問你一些問題 看看你前言會不會對後語 會不會不對後語 就去確定你有沒有資格申請成立難民 那一般有三種的結果 一 否決 就是不批你的難民申請 二 就會是你未夠資格批難民 但是他認為你回去有一定風險 就會批出一個叫人道主義保護 叫人道主義保護的Status給你 第三種就是你直接可以成為難民 叫做Refugee 就是一個難民狀態 但是如果幸運被否決的話 就可以向法院上訴 向法院上訴會有大概一半的機率 是成功上訴 那就會批出難民 或者人權保護的狀態 這樣 簡單來說整個程序就是說 你過來英國了 你在關口 或者你進了英國境之後 在英國境內 跟英國的政府 去提出這個難民申請 然後你提出申請之後 他就會派個人跟你見面 見完面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份文卷給你 你填一份文卷給你英國政府 然後就等 等第二次他再派多個政府官員過來見你 見完之後他就會決定 批不批你了 如果批又怎樣 不批又怎樣 大概是流程不批你了 沒錯 但是也挺漫長的等待 一般來說 如果入境先申請的話 他的服務承諾是兩至四個星期 但是我足足等了五個多月 我六月入境第二天就打電話去 他本身給我第一個期 有七個星期 已經是猜不到的 不預期的 但是他七個星期之後 再推了我三個星期 三個星期之後再推了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才打電話給我 說十一月尾的 但是十一月尾 他本身想推到我變成一月的 但是我的簽證快要過期 我跟他說不行 我只有半年的旅程 我簽證過期了 他才肯定讓我做過期 所以我正常的等待 會給一般人漫長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沒有在關口 提出一個 三次旁的請求的聲請 所以這個是比較尷尬的地方 我會給一般同期入境的人 可能等多四五至五個月 如果有些真的有難民庇護 申請需要的人 如果真的過來了 如果想快些完成整個程序的話 最好就是在關口那一刻 就去申請了 可以這樣說 第一可以這樣理解 第二的話就可能是 你拿政府資源的話 都會加快速度的 還有在關口提出申請都會比較快的 但是自由度比較小 第一件事就是 他名義上是有資格拘留 還有你不知道他第一 在關口要搞的程序要搞多久 還有要回答移民公問題 如果你那時候 可能剛剛下機 精神比較累的話 你回答錯一些東西 雖然可以在後面補回 但是印象分會不會太好 所以我選擇進來才申請 我的細節可以做得好一點 和收拾得正一點 你第一次見到政府的官員的時候 他是有機會扣留你的 但是香港人來說 這樣東西常不常見呢? 暫時未聽過 除了18歲以下 因為18歲以下保護兒童法 他們是一定會安排監護人給你的 監護人通常會寫工 但是除了這些18歲以下的案件之外 暫時未聽過有人會被扣留 但是處理的時間不等 長短不等 我聽過三四個小時便能夠放出來的 亦都有聽過十幾個小時 甚至第二天才能夠放出來的 這樣 你說的這個等待時間 如果你在關口那裏申請的話 他就要找一個人去幫你完成整個 第一次審查的程序 這個時間可以可長可短 短了幾個小時 長了一兩天 最多都是聽過十多個小時 但是都是辛苦的 剛剛下機來說 明白 你剛才講過時間 我相信很多申請政治庇護的人都會關心 整個程序申請去到他決定是否是這個時間要等多久 因為這個時候都很決定到究竟那個申請者他期間的狀態 心理上也好 經濟上也好 所以據你所知 一般 我說普通人 不是說那些政治明星 普通人的話 他一般是要等多久 才可以跟英國政府那裡拿到答案批 還是不批 我最快是聽過三至四個月的 但是他是一位 沒錯 不是一個很出名的政治人 都是一個普通人 但是他的個案比較特別 他還未及18歲的申請的時候 所以一般來說 他可能做間諜或者共諜的考量比較少 英國政府就覺得證據足夠就會比較快 提供給他 令到他可以盡早從頭正常生活 但是很久的 甚至有些是2020年7月入境的朋友 是我的親自認識的朋友 他到現在都沒有第二次視頻 也都是大家所稱呼為第二次視頻的面試 所以這個時間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但是他們會有一條加拉 就是他們要沒有疑惑地批給你 就是會不質疑你是共產黨或者是共諜 或者是某個國家的間諜 以及你的證據充分就會比較快去批給你 所以這個就是講證據足不足夠的情況下 所以就真的好看你的案件 即是HOME OFFICE的移民官 去怎樣處理你這件案件的方法 一般是多久呢? 一般大部分人聽說 都會是一年或以上多的 最長的又等了多久呢? 最長的我暫時親身認識的話 是2020年7月等到現在都沒有第二次視頻 即是沒有主要視頻 2020年7月 即是年半以上 沒錯 沒錯 都沒有視頻 都沒有主要視頻的 即是第二次視頻 沒錯 即是第二次視頻 OK 等的要等這麼久 有沒有真的有人是普通人 就是羅冠聰 鄭文哲那些不算 普通人有多少人到現在是被申請成功了? 看回數據大概有十幾個人申請成功的 其實都 當中我有聽過有和尼菲 亦都有被控暴動罪的朋友 所以坊間流傳說 有暴力成份的就會不批 這個是假的 其實是有被控暴動罪的朋友批了 所以都好說你有多少證據 而不是你中的那些什麼 明白 如果是有十幾個批 那申請的人佔有多少個呢? 申請的人大約有120至130個 但是除了這群人之外 還有一群預期居留的朋友 可能根據Hong Kong Watch的數字 是大約有300至400位朋友 已經預期居留 或者即將預期居留 他們可能是想英國作為一個中轉站 再去台灣 再去加拿大 但是未開關 又或者他們未必有足夠的證據 申請退休 但是他們也要回不到香港 因為其實2019年做事都好 都是地下化的 那麼我們未必有一些很實質的證據 可以令到我們作為assam support assam application support 所以這群人都是 我覺得是需要關注的一群人 OK 那你講的 一百幾個人申請 十幾個獲批只有10%左右 好 那就reject的有多少呢 被拒絕的 reject其實這個數字好像都很難找 我都在做訪問之前找過 但是以我所知reject的 只有大約10個左右 那就是說可能是有差不多八成 或者七成八成 現在還是住這個等待階段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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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那你剛剛先就 我知道其實以前這些難民計劃 就並不是給香港人申請的 可能是給第三世界的那些人申請的 所以呢 一般他們過來 譬如說英國 加拿大這些國家之後 可能他們連生活都有問題 當然有些香港人就算過來 英國做難民都好 他都可以靠自己的積蓄生活到 但是也有些不是的 我知道很多手足 他都可能是18歲 好像你剛剛說 18歲 19歲沒有積蓄的 那他可能過來之後 都會出現這個經濟困難的情況 那你本身有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需要你向這個 英國政府申請資助的 當然有啦 經濟情況 那我回覆你剛才的問題先 那難民就沒有說是來自哪裡的 那我又覺得 無論是戰亂或者被政治迫害的人 都有資格去申請一個 Asylum的事情 那他可以是一個政治庇護也好 難民也好 那他們需要得到一個安心的避免 那叫做庇護所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無分國界的一件事 那只不過香港比較特別就是 其他國家主要是因為 戰亂和饑荒會出現難民 而香港是因為政治迫害而出現這麼多難民 那這個是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而香港也是相對上比較有些淺的地方 可能很多新政政治庇護的朋友 他們的家人依然會支持一些生活費 或者甚至是支持居所給他們 但是呢 以我所知也有很多年輕人 我們口中的十八九歲 二十歲的年輕人 是居無定所 可能要找一些所謂家長屋 或者可能甚至是 如果戶口低過某個數字 例如一百磅或一百磅 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宿舍 以及每個星期四十磅的生活資助 那我就比較尷尬就是 因為家人每個月還可能給我 即是幫助我大概二百多磅的生活費 而這筆錢是我以前存在 那他們會定期給我 那我也不想影響到他們 那他們沒有什麼對我其他的支持 那我也盡量找他們 希望對他們影響減到最低 因為他們仍在香港 那 那 尷尬就是我每個月有這筆錢之後 因為Holme Office的政策就是 你需要沒有戶口裡面的錢 才可以申請政府住宿和政府的資助 所以變相尷尬就是 我這筆錢夠不夠吃呢 慢慢的 可不可以再出行呢 或者做參與一些集會呢 那如果參與盟出街的話 就很難了 那我也知道有不同的人 好像在面對我類似的情況 就是他的Patreon 或者他的一些 他們自己有小聰明的收入 我會這樣說 因為正常男人是不能做事的 有小聰明的收入 令到他們每個月的戶口有一些增長 令到他們申請不到英國政府的東西 但是申請了英國政府的 申請和申請之後 就會令到他們的生活有很多限制 例如不可以再收外來的資金 戶口不可以有多個迷惑數 不然會被人申請出去的申請 以及停了生活資助 所以這些就是香港的 比較尷尬的位置 就是他們的戶口可能會定期 或者不時出現一筆錢 令到英國政府停了他們的資助 OK 簡直說 不論你來自哪個地方 只要你的積蓄是少於某個屬 你剛才說50磅或者8磅 英國政府就會向你提供一個余縮 以及每一個星期有幾十磅的生活津貼給你 是 沒錯 是39磅 39磅的 給你買東西吃 還是給你去 所有東西已經包完了 買東西吃 牙刷牙膏 買東西吃 牙刷牙膏 日常需要的東西已經包完了 在每個星期四十磅裡面 OK 那你就 剛才你說的一件叫家長屋 我知道你現在都是 家長屋不是政府提供的一些庇護所 只不過是有心的人士 向手足提供的一些臨時可以讓他們住的地方 你現在都是住家長屋的 所以你不會有住屋的開始 我現在住在朋友的地方 我朋友就很好沒有收過租 我以前住過家長屋的 但是生活習慣上和家長不是太合 或者可能家長有時候對我們的期望太高 我會覺得我們是當年打過的人 他們對我們的生活 或者對我們本身的人有些期望 但是這個期望太高 有點辛苦 可能大家要互相體諒 和大家要互相了解大家的處境 我會這樣覺得 所以某些原因之下 我就離開了兩間家長屋 然後去了朋友的地方 我也住了 我現在都沒有住屋上的開支 但是因為我住在倫敦 我物價比較貴 所以二百多磅都是慢慢的 不會有很多餘的錢去做其它 你一個月一百多磅 除了三四十元 可能你到一天都花不到十磅 是嗎? 是呀 加上交通的話 真的是很困難的 是呀 因為倫敦交通比較貴 我覺得經濟其實都是問題 但是那個問題是能克服的 如果你努力一下的話 我最主要是覺得 一些手足在申請政治庇護期間 心情是十分的壓抑的問題 如果有很多BNO人士 他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可以離開香港的話 這批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 是說他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他需要離開香港的同事 也都要面對一個風險 他有機會被遣返 然後遣返香港之後 他面對一個不知多長 失去自由的時間 甚至會令到他們將來整個人生 去到這個位置 突然間就亡亡言不知所授 基本上可能整個生涯被操毀了 所以你個人來說 在這個 你現在屬於這個等待 他批還是不批這個時間 你都不知道行不行 那你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比起離開香港之前其實是好的 因為在香港 你每天六點就會打開 就是看看有沒有人敲門 然後 總之是擔驚受怕一點 那來到 大家雖然說有供碟還是怎樣 但是其實擔心就少了 這個第一件事就是 那我相對是比較安穩的 因為我知道我手上的證據 和我的資料 可以足夠我去批核這個職業 但是有些朋友 他在香港可能留下比較少的 或者他沒有什麼 記錄紀錄可以去做的 就是他沒有什麼 當年留下的事情 讓他可以證實到 他是參與在這場運動裡面的 那他們就會比較佈置 就是他們明知道自己回到香港 可能會面對一些危險 但是他們又未必 未必夠證據在這邊留下 他們也未必有錢去做 其他國家的救生艇計劃 例如加拿大的救生艇計劃 所以他們會比較心情再坦脾一些 那我只不過 現在當中其中的心情 就是無了期的等待比較累 我不知道每天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們不能做事 我們讀書要一筆很大的錢 也未必負擔到的錢 所以在這些位置上會比較氣餒 但是你問我 就沒有了那種很不安定的心情 那如果有些手足是 他經歷一個不知道批不批的情況 那你可不可以簡單講一講 這些手足他們的心情會是怎樣 譬如說他們是否需要去 他們會出現是需要看心理醫生 睡不到覺 或者是很厭惡社交 經常躲起來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在這批手足 多時有聽聞的 那看心理醫生的 其實很多在香港本身 經歷過2019年都有PTSD 重傷壓力後勤症 都要繼續看心理醫生 而其餘就是可能Depression 不慣英國的天氣 這個相信在座的觀眾 或者來到英國的人 都會有機會出現這些事情 而他們的社交也沒有大家那麼豐富 因為可能是財政上的限制 和他們不可以出去打工 不可以接收新的資訊 只可以自己在家裡 和和其他assamseeker一起吐 或者甚至是沒有接觸任何人 只會在申請 那裡不想接觸任何人 變相他們的社交圈子那麼小 也未必可以聯絡到適逆的朋友 因為有機會害怕朋友的情況之下 所以Depression 或者一些低落的程序 都聽得不少的 那 也都他們可能需要擔心 如果被險犯 或者不成功批核 要上訴的過程是很久的 也都未必有第二種途徑 可以申請到其他地方的救生艇 那所以他們的壓力是會比較大的 我明白的 Nachel 你剛才就說自己 你都覺得自己有很大的機會申請成功 所以你都不擔心會被險犯 所以這方面的擔憂少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呢 因為我知道你在香港那時候 你都是剛剛讀完中學 有一間香港的大學收了你讀社工 那你理論上如果沒有這個反總統 你現在就是一個大學生 你的生涯規劃很清楚 那時候人為什麼會覺得不關心呢 他就會覺得 如果讓我從頭選一次會怎樣呢 我想很多時候那些手足 或者過來香港 由香港過來英國的人 其中一個令到他們有這個負面情緒的情況之下 就是他會比較 如果這件事這樣發生 和現在發生了的事情 比較之下 另外一條路會怎樣呢 就是在這個比較 然後他同景了 那條不發生的 即是未發生的那條路 那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才會陷入一個比較 負表或者憂傷的情緒裡面 那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我就比較沒有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 就是我不後悔我所做的事 因為如果當年反送中 我沒有去參與 沒有走上街頭的話 那我覺得那個反而不會是我 因為我覺得 我是非常之 慶幸我是有參與其中的 我是不後悔我所做的事 我來到這裏 不是我本身規劃裡面會發生的事 但是我沒有後悔過我當年的付出 或者我沒有後悔過當年的走上街頭 會後悔的原因是 他們不是很清楚 可能他們不是很清楚抗爭在做什麼 他們認為上街是貪玩 他們認為上街是好玩的一個過程 但是我可能我政治啟蒙比較早 我知道上街叫做公民抗命 我們其中一種 或者我們叫做抗爭 要負的後果是什麼 我是清楚的 當時上街的時候 我也不懼怕被捕 因為我覺得既然走出來 就遇到有這個情況 只不過冷靜下來 當有人跟你說 你有機會被抓的時候 但是我又覺得只是一個數字 無謂送頭 也都要保障我身邊的人安全 我不覺得我可以忍受到 被人逼供的情況下 或者被人歸逼利誘的情況下 我可以確保不供出我同伴的名字 所以我才選擇離開 這也是一個對他們的保障 我覺得 所以你問我的話 的確它是影響了我的生涯規劃 也都影響了我的鋪路 讀社工在香港好地地 可能打份政府工 或者去NGO賺錢 這個是很理想的 這個是香港人的一個主題 但是 是的 我是沒有後悔過去走上街頭 去為了民主 為了香港人的日常運動去抗爭 講得十分之好 除了你之外 可能有很多的手足 政治庇護的申請者 如果真的有困難 你們會不會私下有個平台溝通 有些組織可以團結到 然後你真的有什麼困難 有些有三合不可以幫到你們 他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做這些事情 真的暫時沒有聽過 這個是事實 有一個組織叫港門 港門是一個 幫香港阿三司等的組織 但是它主要是提供現金券的資助 而住屋暫時是會幫忙回答 但是都比較缺乏這方面的資源 還有在律師上 可能他們都會有些叫做 沒有聯繫的律師樓 只不過可能要自己去找律師之後 再看看他們 找不到才找他們 看看怎樣安排 而除了港門之外 都沒有什麼 有一個叫HKARC的組織 香港藝術的組織 他們網頁有寫提供政治庇護的房屋 經濟等等不同的申請 但是都是沒有什麼資源的 兩個協會 而阿三司的平台 比大家交流的平台更加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有什麼資訊想交流 其實都比較困難的 例如建阿三司的時候的題目 或者日常生活等等的平台都是沒有的 我都很希望將來會有有心人 或者可能有一些有能力 有自知識可以出力 創建這個平台 無論是資源整合也好 或者作為一個有公順利的平台也好 令到大家有方法可以幫到阿三司卡也好 都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事情 我們都很期望會見到有類似的組織 或者類似的團體出現 OK 我想聽你這樣說 現在現成的可能是英國有兩個 是幫助阿三司卡政治庇護者的團體 但是他們沒有資源 所以他們都沒有空間去做很多的事情 如果我們的觀眾聽到這件事情 你覺得是有 都想去幫忙這兩個組織的話 那我們是歡迎的 但是 現在他們的工作其實都是相對比較少 但是你給了筆錢給他們 或者給一些資源給他們 他們是不是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都希望這些可以給到資源的人 都可以好好的看回 或者了解一下究竟這些組織 拿到資源之後 究竟怎樣去做 就是令到你更有動力去接觸到這些手足 然後真的令到這些資源勇期了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阿聰聰 阿聰聰 你就說你很有信心 你自己大多數都批你的了 但是凡事都有萬一的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真的批不了 要遣返你的 那你有什麼打算呢 我會去選擇用加勒大救生艇的途徑 因為我都挺肯定我回不了香港 尤其是在Tagrin被攻擊之後 所以就 這個當然是一個後路 我家也不是一個大富大貴的家 只不過可能住在公屋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希望用到家這麼多錢 去為了我的前途去賣 我雖然知道他們會不介意 但我也不希望 所以就觸碰吧 希望不需要用到這個後備方案 而關於你剛才上一個剛剛說 我都認為有份捐錢的人 如果是希望幫助阿薩斯卡 就應該監察組織的運作 希望組織把錢用得其所 用在受助人身上 亦都送目標分清和公開透明 這個是非常之說得好的一個地方 沒錯 即是不要說我給你一筆錢 你自己解決它吧 千萬不要 是的 我覺得除了不錢之外 最重要的是一份關心 阿薩斯卡 你未必很需要很有錢 但你如果想踏出一步去慰問 關心一下這班朋友 很簡單 可能請他們吃個飯 或者邀請他們和你吃個晚餐 那其實這些窩心的舉動 是會給 只有現金 或者只有現金 我會比較覺得開心 這件事 因為他們孤身走過來 通常自己一個人走過來 其實很需要人陪伴 或者很需要一些人去體諒和關心 那雖然如果有機會遇到他們 那大家請 可能不需要請他們吃飯 或者跟他們吃個飯 很簡單抗圈兩句 那他們大家都會心靈的 有心就好 我都覺得 那當然有資源的 當然有資源不會給出來就更加好 但是沒有資源的 那航圈兩句 那我也覺得會比 無聲性有聲 那會非常理想 好像你這樣說 第一 他們做不到事 他們是沒有更多的空間 去拖展自己的社區範圍的 第二 他們可能沒什麼錢 也都沒有太多的空餘的資源 是到處去 令到自己的生活充實一點 再加上他們長期處於一種 有機會被遣返的 擔心的情緒之下 所以如果你真的認識這樣的朋友 你偶爾跟他們聊天 真的住在隔壁左右的 請他回去吃飯 其實對他們很大幫助 對的 沒錯 那就 講一些開心的東西了 如果你真的成功 批到你留在英國 那你有什麼規劃呢 我覺得我自己還沒夠了 無論是做人處世 或者是學術 真是知識上 或者是經文等等 不同的概念上 那我第一件事就先讀好書 因為如果批了難民的話 可以申請到關東 雖然看到是國際費用 比較貴的讀書 但是起碼可以借到英國政府 可以先接受到英國政府資源 那我第一件事先讀好書 先讀好學 讀好學 那叫做入場券 這張沙字不是必須 但是在現今的社會 現今的世代 很多入職的最低要求都會是學學 尤其是一些專業的工作 或者有些叫做管理級的工作 希望賺多個錢 因為不是說要只顧著賺錢 還是怎樣 而是真的資本的力量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沒有資源去幫助阿三思卡 我們沒有資本去幫阿三思卡 那唯一有資源有資本的方法 就是我們每人多賺錢 再去擺放到那裡 那除了我們口頭上的關心 我們都可以供給了一些資源 給他們從頭到英國社會 雖然這個很長遠的事情 但是我們可預示就是 不單止是阿三思卡 可能文化上就是 我們的新一代 我們移民下一代 即是香港人移民了過來的年輕人 可能是五、六歲那些 他們都要資源 知道自己的由來就是 從香港 他們要學香港話 他們要學我們的文化 文化、文化、文化 變相這些全部都是資源 我們努力賺到的錢 我們才會有這樣的資源 可以令他們知道自己的出身在哪裏 從而令到我們香港人的文化 繼續流傳下去 繼續有機會 即是有一天 大致光復香港 令到就算光復不到 都會令到我們香港人這個身份 繼續在英國 或者在世界不同各地流傳下去 我會這樣覺得 即是我們當然固然要融入英國 我們固然來到英國 要成為英國的一份子 但是我會希望是香港銳的英國人 而不是只有英國人這個身份 OK 那你現在就有英國 申請建議難民 我也知道有些 手足去了其他國家 比如說加拿大 澳洲 美國這些地方 我知道那個國家 雖然他們都簽了這個難民公約 但是他們那個怎樣 處理難民問題 程序 給了什麼福利 何時可以做事都不同的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其他 譬如熱門申請的地方 他們有什麼特色 他們有什麼特色 所以如果你讀完書 你都留不下的話 他們會提供你去其他地方 所以在台灣的手足 或者台灣的朋友 都應該會遇上這個尷尬的問題 而其餘就會在加拿大 都是比較熱門的地方 加拿大就是 你一提出難民申請 那它可以決定 給還是不給 就是給不給你提出這個申請 但是一旦它給你提出這個申請 不檢討你的話 因為它有權即時檢討你的 加拿大就是 但是它如果選擇不檢討你的話 那你就可以立刻做事 有工作的權利 這樣 這個就比較寬鬆 那澳洲那邊 澳洲和美國就不是很清楚 它的質勢上的政策是怎樣的 但是一般來說 美國聽回來的個案 都是比較快的 但是種族歧視比較強 美國就和不同的州份 那個治安的情況都不同 需要屬美國一些的人 才可以解答到這個 但是它批核的時間是快的 澳洲都會有聽過不同的朋友去申請 但是數量好像不是太多 但是我沒有這個手頭上的數字 我們都不在這裡亂說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關注藍民在做什麼 或者救生性計劃的年輕人 現在處於什麼處境的話 其實網上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可以了解一下 到底我們發生什麼事 或者面對著什麼 航圈下都會非常理想 OK 多謝你Natal 你今天過來接受這個訪問 就完成了一個心願 就是和阿森斯卡去做一個訪問 是我做這個英文護士 一直以來都很想做的 但是你知道很多手足過來 都是一個比較小的年紀 而且很多人的情緒有這些問題 Natal你今年多少歲 幾歲 十九歲 我今年十九歲 十九歲 你知不知道我當年好像你這樣十九歲 在想什麼呢 就是想 喂 那個二中人追不到 很痛苦很失落 但是我們現在十九歲的年輕人 各位觀眾 你看到Natal的談吐 對問題的理解 和他的臨場表現 這就是我們香港十九歲的年輕人 的能力和質素 但是他們很無奈地 要去其他國家申請政治難民 不過不要緊的 英國都會歡迎你 多謝Natal 你們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見到你 謝謝 OK 拜拜 拜拜 謝謝